珍珠奶茶一口喝下 台湾厂商联手前进美国纽约推广首摇影 广受当地好评 台湾首摇影从国内夯到国外 连带相关农产品像是茶叶 珍珠材料素薯粉调制果汁 出口到美国的数量不断成长 枫梨果汁手机出口量就高达72吨 芒果汁280吨 比去年同期增加191.6% 美国也首度成为我国农产品外销第一大国 根据农委会统计 第一季我国农产品出口到美国金额 大约是2.32亿美元位居第一 其次日本再来是中国香港越南 改变长达9年台湾农产品外销 以中国为主的样态 去年相续中国到 就是把我们的风银市家庭出口 到中国大陆以后 一到4月我们销到中国大陆的一个农产品 是减少的 美台之间的农产品的贸易 所以透过这个协议 未来是不是我们可以 让我们的农产品呢 扩大在美国的市占率 当然这个是值得期待的 台美21世纪贸易创意将在月底展开双边会议 谈判主题包含农业 虽然协议细节还没有确定 但农委会认为 如果防检疫障碍能够消除 对我国农产贸易将有进一步的帮助 继续回到彭志华采访报道